杨老师 现在还能自己开车吗 开啊 开 这也是一种乐趣 其实我也不是说经常开 你看我那车开了15年了 到现在它开了6万多公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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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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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还没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能够唱呢 干嘛要退出去呢 我现在计划打算唱到90岁 如果嗓子还能行 太一问题了 让人看状态了 这谁也不敢吹牛 我从认识杨老师那天 我就觉得 对我的触动特别大是什么呢 杨老师永远对所有的事物 都是顺其自然 他是用这样的心态 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然后以玩的心态 去面对自己的这个专业 所谓的玩是什么意思 不是乱玩 而是他觉得 我用一种玩的心态 是轻松的 来面对我舞台上的 所有的一切 那么你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所以我还有个心愿 就是我想专门 请了词曲作家 写一首我跟杨老师 一起合作的作品 真的杨老师 我没跟您说过 但是我心里 一直有这个想法 因为一直没有成型 一直没跟您说 但是今天我觉得 我是第一次跟杨老师 在电视面前做节目 我想我把这些说出来 然后杨老师 哪天我们一起合作一个 没问题 你找个曲 找什么好歌 咱们一块 对啊 而且中间他加一段小提琴 多棒啊 杨老师加一段钢琴 是 没问题 没有东西